接着呢是103比97赢下了浙江 就是浙江得比之战啊 那吉林这边呢上一场呢是 第一场是106比95不敌新疆 第二场是99比87赢下了81 可以说两支球队从阵容实力上来讲 我们必须客观的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希望今天吉林可以在自己的主场 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 球开出来 今天身穿黄色球衣的是客队浙江队 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主队吉林队 现在运球的是福德森 把球交给外线 先投一三分 两支球队呢在上一场比赛里啊 三分九发挥的都算是一般吧 都是27%的命中率 今天一上来呢 浙江这边是选择新投一个三分试试手 这边是兰德里 这边回兰德里的时候失误了 看一下福德森的反击 三分又有了 漂亮这边林志杰 今天也是命中三分 两边的手法阵容 浙江这边是福德森 苏若宇 刘征 胡金秋和林志杰 这边后场又是一个抢断 紧接着呢 崔静明是赔上了犯规 那吉林这边的手法是高世炎 刘天忆 李安 崔静明 和兰德里 福德森啊向外分球 这球是差点失误 不过好在救回来了 进攻时间还有最后的十秒 吃篮下 这球没打进 对于这只广煞呢 还是大家印象中的那只广煞 外援大包大揽 还是要靠小外援福德森的发挥 那也是凭借福德森非常稳定 非常这个厉害的发挥啊 才让浙江广煞在之前的两场比赛 都赢下了对手 上一场赢浙江内战的时候呢 福德森是拿到了40分15篮板 还有10个助攻的精彩表现 今天防守他的呢 是同样在前几场提上首发 发挥非常出色的高世炎 又打进了啊 这边篮下打进之后是一个8比0 吉林这边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进攻方式 球呢也没有交到兰德里的手里 终于是给到兰德里 打搜尔鱼 哦呦 面对两个人的包夹协防 这球啊 胡锦丘上得很快 福德森的前掌反击 这是被犯规破坏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支吉林队呢 他的进攻火力点啊 就相对比较分散了 很多球员呢 都有一些自主进攻的能力 兰德里在上一场比赛 赢下巴音那场比赛 是拿到18分12篮板4个抢断 其实照着他打新疆的时候 差了一些 他打新疆的时候 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吓人 35分10篮板3抢断 吉林这边啊 两个外援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 是当年火箭的板凳匪徒 兰德里再加上维福 那广刹这边的外援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德森 还有一位呢 是伯洛西四 给兰德里 兰德里一拿球啊 内线立马是两个人的包夹 这样外线一个采线的长两分 没有 篮板保护下来 脸确实高啊 左右晃动之后 这边是刘天逸 命中了吉林今天的 第一个运动战进球 又是林志杰 三分出手还有 我们都说林志杰这个赛季啊 给大家一种发挥一般的感觉啊 确实年纪大了 有点老了 之前呢还有一些小小的伤病问题 但是从今天的比赛来看 似乎是找回了状态 尤其手感 进球的手感是没话说 哦 福德森又